我们结束了三场都非常重要的电视辩论会 再过来呢 所有的候选人就进入了造势晚会 一直投票到1月14号为止啊 那么大家只希望台湾的民主呢 不要在选前一天又有什么枪击案发生 这场选举可以平平安安的 饶百姓理性的投票 那么目前为止呢 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最新的几家民意调查 首先呢 是忠实旺旺 那么蓝绿呢 差距马英九跟蔡英文啊 是只有差一个百分点 39.7对38.7 宋林配是8百分之8.2 简单来讲呢 在所谓的民意调查里头上啊 是民意调查3%到4都等于是误差范围 所以这等于就是平手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是我们的友台 TVBS的民调 是39%对39% 宋林配是6% 蓝绿差距是0 就是马英九对蔡英文完全是0 就几乎是也是平手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民调 这是新新闻跟未来事件交易所所公布 他委托山水民调 36.3%跟36%也是完全平手 那么宋林配呢 在新新闻的民调里头是5.9% 他委托的是山水民调 山水民调其实过去是跟民进党比较接近的民调中心 所以换句话说这里头 绿均的表态率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么前面有一些可能被认为机构效应上比较倾向蓝的 那么山水民调是机构效应上大家会认为比较倾向绿的 但是都是平手的状况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时刻 也就是说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 也可能我们当选的是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那么台湾就换党执政 也可能是马英九连任 这个机会是50 to 50 所以在这个时刻讨论领导者个人的操守 他的信念他怎么面对问题 讨论他怎么处理未来可怕的欧债问题 讨论他怎么处理未来的两岸问题 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谈到个人怎么样建立一个面对事情 应该有的风骨 跟应当有的诚实 就是领导者的incredity 这些事情是我们前面一个小时讨论的事情 孟老师你有话要说 对 其实我现在因为也离开这个政治圈子 而且坦白讲明年选举结果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会再回去 所以我现在不是在从一个选举胜败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刚刚我觉得我很同意 这个沈大老刚刚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蔡主席他选择说 他这个不回答 就是看到现在你刚刚讲的所有民调 今天国民党越打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这个刘亦如日期弄错的关系 他不但没有像之前拉开 他反而还缩小 所以我不回答反而是对的 可是我觉得我今天作为一个人民的角度 我希望说其实选举的胜败 对大多数的人民来讲 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事情 大多数人民不像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说政治评论家 每一天很在意这种政治上的胜败 可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我们重视的 应该是要是说 我们要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核心价值 就说刚刚你包括像张春南先生 写的那个评论也好 他都是从一种辩论的胜败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策略 策略胜败 我怎么回避我做错的事 他就回到了说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对话 今天不管你是支持蓝的还是绿的 难道你希望你的小孩子 生长在这样子的一种 政治对话的环境里面吗 我觉得我这样子的政治辩论 我是怎么样也写不出 对任何一方好的这种评论 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国家 应该要去培养的一种典范 所以我希望大家是能够回到说 我用什么态度 其实坦白讲 核心价值 对选举的胜败 即使对候选人本人来讲 他也都是短暂的一时的 你到最终你要面对的还是自己 不是说我今天这样做 对我选票好 对我有帮助 那样做 其实你每天回到家里 你每天睡在床上的时候 你其实是面对你自己的 我觉得你选择有什么态度 来面对质疑 选择有什么态度 来做你每一天的行为 我觉得我希望这些候选人自己想一想 或者这些政治人物 想一想自己每天做这个事情 而且我也提醒一点 你的胜败你要看长不要看短 不要看这次要看你下谈的时刻 我觉得我们当时以前一起主持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2004年的总统选举 如果当时在投票那一天 有人跟你讲说 选赢不见得好 选输不见得不好 我觉得讲这句话的人会被认为是疯子 怎么可能 选举一定是赢才对 赢者全拿 输的就是全倒 可是你过几年以后 你再回来看这个事情 你看看赢的人 他后来 他赢了以后他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他下台的时候 他面对什么样子的后果 那输的人 他怎么样 他后来有破冰之旅 前几个礼拜还去跟欧巴马 在国际场合这样子去握手 我就说你即使像这种 这么重要的一种什么 全赢全拿的胜败 你都不能够以当时这样来看 所以我坦白讲说 我觉得什么持观 这人生来讲都不是一件大的事情 所以对你来讲 最重要就是你回家 你问心无愧 就是你这个价值 就是我们社会要什么样的价值 你候选人对自己的人生 对自己的行为准则 你要给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我觉得对人民的角度 其实我就说 大概全台湾100%来讲 我想大概有七八成的民众 没有那么强烈的蓝绿色彩 谁当选他都还是过自己的日子 可是我觉得大家的内心深处 是要看这个价值 所以最重要的 其实不是宇昌岸 对台湾整体社会有什么影响 而是我们如何从宇昌岸 看出蔡英文 他内心的核心价值 你的意思是如此吗 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另外一个对台湾的绝对要挑战的大一题 我想连郭这样都不会反对欧债危机 对不对 我们来看欧债危机有多么的严重 我为大家来整理几个全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机构的领导者谈话 第一位是IMF的主席拉加德 拉加德谈话是全球一定要合作救欧洲 否则全球会回到大萧条的1930年代 那么这个大萧条的惨况 对拉加德来讲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危机中幸免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这一场欧债危机所引发的危机中幸免 这是拉加德IMF的总裁在前天的谈话 其次我们来看的是欧洲央行的总裁 德拉吉 他原来是意大利的央行总裁 他说第一欧债危机仍然没有结束 然后欧元区可能无法避免各国财政紧缩而引发的经济衰退 也就是说即使欧债不垮掉 不是大萧条 我们明年面对的是一场不可能避免的欧洲的经济衰退 而这个经济衰退冲击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 第二个国家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公司有三分之一的获利在欧洲 而中国大陆有20%的出口在欧洲 而台湾呢 台湾有50%左右的出口 是依赖中国的组装生产 然后最终出产地里头也是欧洲是最大的出产地 所以这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 所以德拉吉的说法里头就特别提到了几项共识 那这个后面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就光看到这个地方为止 所以欧债危机呢 可以说2012年任何一个总统当选人都不可能避免的大事 我今天想来讨论 明天如果当选的 第一个我们先讨论是蔡英文 她有能力处理欧债危机吗 我请问郭正亮 这个一定是团队处理 比如说如果彭华来还继续就位 中央总裁 中央银行总裁 还有什么习近平的让人选 我是觉得他会往外找 我基本上他我认为不会是民进党的人 不会认为是民进党的 因为我认为国民党立任过半几率还是高 你在民进党内你觉得他们知道说我们可能面临一场大衰退 然后我们有足够的准备来面对这件事情 然后因此我们处理中国大陆的问题 绝对不可以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制造另外一个在这个大衰退里头 再把我们自己搞款就像当年的盒子 你觉得民进党有这个认识吗 我觉得蔡英文所接触的人有很多都不是以前民进党的人 比如说像张忠默这样的人 我是觉得他有接触到一些产业界是比较大企业型的人 那那些不一定是民进党以前常常接触的人 张忠默不会去做他行政院长 这个我知道了 而且张忠默可能跟他的联案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你应该是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实的正是他 因为重点是在哪里 是贾庆林已经讲出了中国大陆的底线 那我想你自己是两个问题的专家 因为我特别给大家看有一个股市的数字 在陈远执政的时候 现在民进党自己说 我这个苏扎全讲 说我们民进党执政后期是股市到了9000多点 那当然赵康就说那是因为以为马英九会当选 无论如何当时全球的经济是很好 然后可是民进党可能忘记了 在2001年全球网络泡沫化 没有像这一次金融海峡那么严重的时候 当时的股市是多少 我们崩盘到了3411点 我们来给大家看当时我为大家整理的数字 2005月20号 陈水扁就职的前一天 台湾的大盘指数是9119点的高位 然后呢 到了2000年10月1号的时候 林信义建议停建核四 股市一天之内大跌了250点 2000年的10月27号 这个整个台股在重挫136点 当时是5805点 到2000年10月31号 台股在重挫424点 四大基金就进场互盘 结果最后呢 有一段时间股市就一直跌跌跌 跌到后来剩下3411点 这是很多人当时的台湾的一场经济噩梦 所以贾庆林定了一个底线 当经济大衰退可能出现 或者是至少是温和的衰退可能出现的时候 两岸的关系如果再出现变数 就是台湾可以从大陆赚到的钱 这一块又不见了 这可能是民进党里的神主牌 可能是你的意识形态 但是他可能重演当时就是 网络泡沫化加停建核四两大效应 那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们先听贾庆林的谈话 让我回来请张伍岳教授 为大家做分析 否定九二共识 两岸协商就难以危机 已有的协商成果也难以落实 两岸关系是将冲陷 以往曾经游过的动荡不安 两岸在涉外事务中 避免不必要的内耗 理解和纵视台湾同胞 关心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愿意通过两岸协商 做出和清和理的安排 贾庆林的谈话在这个时刻呢 是跟2008年很不一样 当时中国共产党呢 是所有的高层一个字都不讲话 现在他们看他平手 他们讲话 讲话的内容呢 因为他的口音很重 我帮大家再宠你一遍 否定九二共识 两岸协商就难以为继 难以为继无所谓 如果是既有这个状况 民党可能觉得没关系 下一句话更可怕 已有的协商成果 也难以落实 两岸关系是将重现 以往未曾经有的动荡观 张伟玉教授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高层知道 他们讲话 对国民党选票是不利的 所以2008年大选 以及顾为了外购 可是这一刻他出来讲 而且明白的告诉蔡英文 你否定九二共识 你这么强烈的立场 我不是只有说将来的协商 难以为继 所以我已经跟你协商好的成果 也难以落实 这里头就包括了ACFA 请问你怎么看 我想大陆对这次选举很清楚的 对总统的选举 他是用不介入不评论 但对两岸谈判的立场 他的坚持是不退缩 而且绝不模糊 那这目前为止是北京的立场 那第二个 那我们来看确实 如果明年政党轮替 那新的政府 他会遭受到几个比较大的考验 第一 大概明年欧债爆发的危机 是在第一季 那偏偏这时候是政党的一些 所谓的看守时期 你很难有所作为 那第二 台湾的GDP里面 确实有68%是来自于出口 那41%是靠中国大陆 那台湾的冲击会比较很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口到大陆了 基本上是以大陆作为工厂 是骂到海外以外的市场 而不是以大陆的市场 那第三 那明年的经济衰退当中 中国的出口也很难所谓挽回的 所以中国唯一的出口 唯一的GDP是靠内需 但是如果两岸关系不好 内需这个部分 你很难左手 那第四个 刚刚文倩所讲 ECFA应该这样来看 ECFA大概至少分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货品贸易这个部分 那货品贸易现在谈定的是 539项 那未来还有5800项 目前为止还没有谈定的 那服务贸易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目前为止大概降低所177大类 那目前所谈定的大概是九小类这个部分 那因此如果往后 由于ECFA的召集 它是由海鸡海鞋来召集的 所以台湾方面也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 当然民众应该做最清楚的选择 未必以两岸关系做唯一的判别 但是如果两岸的公权力 无法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跟对话 这些涉及公权力的事项 当然短期冲击会比较大的 什么叫做已有的协商成果也难以落实 我想讲的最直接的部分 已有的协商成果分两个部分 哪些部分是要海鸡海鞋来召集的 是要海鸡海鞋来进行执行的 那这个部分会因为海鸡海鞋 它无法沟通对话 而就无法展开谈判协商 那目前为止所讲的当然就是 ECFA跟金合会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所谈的几个部分 商品贸易 服务贸易 产业合作 都没有了 对大概很难 如果因为什么 如果因为海鸡海鞋 不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对话基础 当然这些当然不复存在 这个郭靖老师怎么样 看到蒋庆明的谈话 你高兴也好 不高兴也好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台湾明年第一季 刚才张伟岳教授也特别提到 我特别告诉各位 明年最可怕的 就是2月到4月 因为意大利的国债 有900亿欧元要公开发行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考验 跨了就跨掉了 就明年2月到4月 那正好如果蔡英文当选 就是那时候换政府 然后呢 92共识 他坚持否认 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吧 民进党如果不否认92共识 就不叫民进党 如果他是一中的话 好 然后贾庆林已经明白了说 你只要否认92共识 我就不会跟你协商 而且已有的协商也难以落实 所以我们就是两方冲击 欧债跟对大陆 现实是我们的出口 占41%到大陆 而出口占我们GDP的68% 民党怎么样告诉民众说 投票给你们 经济不会重现当时股市崩盘到 3411点的状况 我觉得贾庆林那段话前面还有一段 他说这个92共识是什么呢 是两岸各以口头坚持一中原则 这是他定义的 你去想一想啦 就是说国民党要不要吞这个结果 那你如果吞啊 那2016年他筹码不是更多吗 我要问的问题是 民进党怎么面对社会害怕 你们一上台把股市崩盘到3411点 社会也害怕啊 我们会被中国吞掉啊 所以我说这个情绪是复杂的啦 所以你就叫社会选择 没有没有我还没有讲完 你这个也讲得太简单 我们也不会这样回答啦 我只是说有这个面 那你就直接回答我问题吧 明年啊事实上 刚刚张武岳教授讲的啦 就是说如果后续要进一步的商品贸易谈判 那个确实有困难 然后江城会那个二月本来要开协商 可能会停止 可能会停止 不过民进党也一再表达啦 我们愿意维持既有的交流现状 那当然你说92啊 他坚持那个是作为一个平台嘛 那那个时候国内的这种各种经济的力量 我相信也会去促成朝野来寻求一个平台啦 那那个平台也有可能是九月共识的变形 可能很接近 可是总之是透过朝野的一个方式形成的 我觉得我可以推论的就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那个时候确实国内会有压力 觉得要共同面对这个经济危机 压力给民进大嘛是不是 那中信 我想刚刚假设了 如果蔡英文主席 假设我存在一个scenario 那我势必组联合胜 王金平院长自己跟我讲 他精算过了 不 联合政府不重要 不是不是 我谈一下 对不起 让我讲完 联合政府不重要 因为不要扯到别的 我要讲的就是 贾清零定调 而且这不是贾清零 他是代表中国大陆出来 明白的定调 没有92共识 我绝不跟你谈 联合政府也没有用 我想我把话讲完 我想张教授是这样 对不对 没有错 文贤你让我把话讲完 你把话讲完 你话讲完让我完整讲 王院长说 民进党在国会不会过版 他精算过了 好 我提个三点就好了 供大家指教了 有民进党 第一点 财经官僚 包括两岸谈判官僚 再从国民党借降 继续 第二 我这个很大胆的 隔魁 民进党目前没有好隔魁人选 你只剩大量使用宋楚瑜 做隔魁 这很大胆 就像李登辉用豪博春一样 那个时 那个氛围 第三 我这个更大胆 民进党接受两岸共识 九二共识 就是接受九二共识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不可能 尼克森可以改变 为什么不可能 政治没有不可能的事 就是说 来 选大老 我认为这样 我同意张五岳教授的讲法 就是说 明年如果德国总理不就 那危机会发生在五月以前 差不多在三月第一季 所以那个时候谁要处理 马团都要处理 因为两个政权还没有一样 所以跟谁选上总统 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慢性的衰退的话 那两个政党都逃不掉 那我觉得我不同意中心的看法 我觉得民进党当选了以后 一定会在保留某种面子的情形之下 向九二公司靠拢 那时候已经选上了 你管他你的选民到底会不会造反 已经不会造反了 政权拿到就好 所以我在这里大胆地预测 民进党会向九二公司靠拢 是不是用原来的名字 或者改变一个方式 或是劳共也体谅你的立场 或是说好吧 你只要这样就好 但是文权你听我讲一下 容我再讲一下 我没有想到 你在本节目这么快去做变话题 你知道吗 我认为还有四十分钟 你怎么转到欧债去了呢 我告诉你 今天蔡英文之所以兼蔽亲也 有几个原因 一个他想老百姓看不懂听不懂 不了解 宇昌岸 民调对宇昌岸 民调没有下去 第三点剩下二十几天 投过申去过 第四点越讲对我越不利 所以这个不是我的战场 这是我的第四段 不不等一下 所以我要在这里恭喜郭正元委员 你想得郭正元委员从开始 参加本节目到现在为止 你要讨论的东西 他一开始不回应 所以他是坚守蔡英文的原则 你知道吗 因为这是你的战场 这是你选择的战场 他认为他不要 所以 昨日就是一定要面对 就是有关宇昌岸 有关宇昌岸跟台茂案 所以他来的时候 心已经笃定的说 你讲到这个 我就不回应 到目前为止 他是百分之一百成功的 所以我要恭喜他 真的我要恭喜他 他不入使命嘛 可以回家向上面交代 说我很厉害 我去那里五个人 还有主持人在那里派 你看看我今天不在乎就不在乎 不在乎就不在乎 你看我太厉害了 我恭喜他 我也是不适合 我跟你讲 蔡英文继续采取这个策略 我判断最后他会吃亏 不相信你看好了 没关系 我觉得我要替拉老星谈一下 从原则上 我认为他应该说 但是从选战来讲 他不说最后他会吃亏 你看好了 老大 第一个前提就是民调要先下来 民调要先下来 我们谈欧债 欧债比较重要 欧债 欧债的问题 他很怕他很差 没有关系 欧债也是很重要 就是经济很重要 那如果有这么多不确定 老沈讲说民进党选上不管 那就欺骗选民嘛 你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政党 怎么可以这样欺骗选民 你主张什么就是怎么 你现在反对 九二共识 把九二共识讲这么不堪 是亲中卖台 你当选后 你去搞亲中卖台的事情 你这政党以后还没有混 你只拿一时的政权 我认为如果民进党这样 少年人做变去欧债港 现在没跟你说 这是一个 第二个说 假如选参应有这么多 不确定的因素 为什么要选他 这一点我刚刚选到了 经济是一定要确定 不能够不确定嘛 你想假定一二三四五 都不知道会怎样 不是这样 我们是说九二共识 北京的政治就一中原则 这个代价你是要付的 我们只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所以赛英文他的用语是说 大家要面对现实 赛英文的用语是什么 我背给你听好吧 赛英文的用语 我背给你听 我这个人从小会背书 赛英文的用语说 九二共识是一个 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连孤政府先生都否认 张文悦老师我没有背错 我没有一个字背错 九二共识是一个 完全不存在的东西 民党不可能承认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连孤政府生前都说 没有九二共识这个东西 既然不存在 也接受也无所谓 我讲一句话我跟郭正亮跟沈大佬看法完全不同 如果郭正亮是民党领导者 我认为他会支持九二共识 因为他根本就跟九二共识 许新良的支持者 他根本就是没有差别 你根本跟民党基本教育派不同 只是你现在带来民党 沈大佬你也不是基本教育派 但是对不起 赛英文他参加你民党的理由 跟你们两个人不同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相信两国论的九二共识论者 他跟比陈水扁还要深 你知识你们要陈水扁 当然这我们大家各自判断 所以我的判断跟沈大佬完全不一样 他绝对不会吞下去 这是台湾选民自己要吞下去的事情 你说 当你不是总统的时候 你可以坚持你的理想 你可以讲什么都没关系 当你是总统的时候 你觉得国家都在你手上 你寸步难行的时候 你不相信的 你不高兴的也得吞下去 这个我跟钟晋是同事 老陈 我一句话 尼克森怎么从反共变成跟中国交往 尼克森如此 蔡英文不是尼克森 陈水扁也不是尼克森 老陈 陈水扁他当了总统对不对 他后来怎样 他选举的时候 他事不宜没有新中线路线 他当选以后他不要治国 他股票掉了3411点 他跟两人关系怎样 他哪有为大局着想 他为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跟政治原则在着想 我用你的理论 缓駁你啦 事不宜没有 不是他选举的时候讲的 是他就任的演讲稿 这个事不宜没有 这个事不宜没有 是老美认可的东西 所以你不得不向 所有的super power低头嘛 这个我等一下 赵先生 我同意沈大佬的说法 因为我所认识的陈水扁 远比蔡英文flexible 你怎么一样子不同意我 现在又同意我 不可以这样 然后所以马英九 不同意那一点 马英九在上一次辩论的时候 就说陈总统本来 要接受九二共识 是被你蔡英文推翻 陈总统早上跟Harry Harding说 他接受九二共识 晚上陆委会主委 立刻发声明 只有九二会谈 没有九二共识 蔡英文在他陆委会任命的时候 对于所有执行 对于所有三宗的谈判 对于所有的事情 他绝对不让步 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蔡主委 绝对是蔡主席 他在联岸立场的一致性 比郭正亮高 比你高太多 他明显的是一个基本教育派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你们要大胆的意义说 他必须吞下去 那跟你郭正亮吞 是完全不一样 我只能够说 我们观众大家自己看了 这是观众自己 不是蔡英文 是观众你自己要take的功识 我们进广告